前海军顾问郭喜在昨晚的直播当中 他有说黄征辉就是卖台集团的破口 然后徐晓鑫今天去高检署 去告发郭喜泄密 同时希望检方要传黄鼠光 甚至连蔡总统要卸人之后也要传 其实郭喜在昨天他有回应 他就说他已经告徐晓鑫了 也讽刺他不多读一点书 那郭喜持续的爆料 说黄征辉有曾经违规进入海发中心 要打探我们的潜见进度 我要请到郑昊了 黄征辉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他到底打探了哪些消息 我先跟大家讲 很多人不懂我为什么要针对黄征辉 黄征辉就是马文君案的小兔主任 可他跟小兔主任不一样的事情是 黄征辉这种人老兵游子 你不把他逼到绝境 他不会转污点证人 他不会配合办案 对不对 所以我最近在抓黄征辉的时候 状况是什么 这个集团是很清楚 黄征辉有两个老板 一个老板是荷兰军火商 他定期帮荷兰军火商到海发中心 打听潜见国道的讯息 机密讯息回报 荷兰军火商 另外一个老板叫马文君 他是马文君的军事顾问 马文君透过黄征辉给的建议 在国会殿堂公开向国防部说英国居留很烂 施压国防部去用荷兰军火商的设备 对对不对 这个故事完备了吧 对 可是你今天黄征辉要变破口 要把他逼到绝境 所以我总是三问黄征辉 第一问 第一问 你黄征辉有定期去海发中心 帮荷兰军火商打发讯息 打听讯息 这是事实 他自己写在部落格上了 蠢成这样 郭喜昨天是说他是 没有我继续往下讲 蠢成这样 这是事实 可是我昨天公开第一问 谁带你进去了 对 是不是一个叫诚信的将官 因为黄征辉 上校退伍 关接不大 对 二 退伍已久 关系早就淡掉 三 他过去服役的时候叫武获士 武戒武 获得的货 收货的货 就全自编的货 武获士 他跟海发中心没有办保险关系 他是水面建的 不是钱建的 谁带你进去 我公开问 是不是那个诚信的将官 前海发中心主任吗 你黄 你郭喜怎么讲出品质了 对 郭喜讲出来了 不是我讲的 要告告郭喜 要告告郭喜 我讲诚信将官嘛 对不对 郭喜昨天受访说 他说他有去海发中心 吃蛋剧情 这要问另外一个同学 就是问陈龙信 不是我讲的 郭喜讲的 另一个同学 陈龙信 为什么可以带黄振会进去 对 而且是违规 郭喜讲的 不是我讲的 告郭喜 所以说违规进去 因为陈龙信是前海发中心主任 郭 陈龙信 少将退 所以我就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是一个漏中啊 马中将哥 有国会的代表 有民间的代表 有海发中心的代表 比应外合 这是一个漏中啊 所以昨天有个新名词 我把它hashtag出来 以马文君为首的泄密集团吗 对不对 这是个漏中 所以我公开 他昨天公开 就是质问黄振会 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吗 那带黄振会进去 这个前江湾恐怕也有问题了 是不是也会有问题 反正国喜说是这个陈龙信嘛 对不对 他已经据名讲出来 检察官传嘛 黄振会嘛 陈龙信嘛 还有他在海发中心里面 跟谁接触嘛 再讲一次 这是一个漏中 所以这个案子哦 我还没有去告发 我请示一下吴珍 首领 然后看我业务费有没有剩 然后就聘律师去告发 那这又另外一案了 另一案嘛 哇 天哪 多少案了 我问个最简单的基本事 一个案子了 退休军官 能够帮外国军火商 定期到海发中心 打听潜艇进度吗 而且没有安全查核就进去了 对啊 当然不行嘛 对 这是个大案子嘛 所以我才叫 以马文君为首的 洁壁集团嘛 泄密集团 泄密集团嘛 所以我要谈的事情 第一件事 人家不懂我怎么咬黄真辉 对不对 我咬了两天 大家看懂了嘛 要给黄真辉极限施压 检察官传黄真辉说 他才会转五点证人嘛 对不对 我最近第一问 第二问 跟第三问 也很重要 最近啊 蓝白不是把郭喜 打成十二不赦的人吗 黄真辉也多次批评 郭喜嘛 对不对 我第二问是问 你黄真辉 是不是跟郭喜 因为分配利益不均 股份太少 而离开 你们二度做生意合伙 郭喜当然说没有啦 但无所谓 我把郭喜的讲法 我把它讲出来 但我一样质问黄真辉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有没有叫郭喜 帮你养初恋女友嘛 这件事跟揭秘有什么关系 对 我要谈的是 你不是一伙的人 会帮你养初恋女友 而且我用词很精准哦 初恋哦 初恋只有一歌哦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假清高嘛 很恶心 什么叫很恶心 上周五我跟黄真辉同台 一副海军专业人士的形象 说我们浅见是空壳 百分之百不能作战 很恶心 我再讲一次 很恶心 我以为你是什么海军专家 为中华民国痛心疾首 很多人都被他骗 我揭开真面目嘛 本质上如果郭喜博士 是你们讲的这么十二不赦的人 你也不过做生意做书 就把我们浅见讲的一文不值嘛 对不对 大家抢标案各平本是赚钱赚到是你厉害嘛 你失败了 他没抢到 没抢到 帮荷兰军火商忙了这么多 又理应又外合 还有立委在立院帮你执行 抢失败了 出来煽动 浅见是个空壳啦 百分之百不能作战啦 我是在这个节目不能骂脏话 不然我真的很想他插的 黄振辉他假怨报复就对了 对嘛 没有抢到标案 什么玩意嘛 其实在201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发动了很多跟媒体一起 对 一直在攻击这个前线的招 那个时候就搞过一乱了嘛 对 五年后还搞一乱嘛 这什么玩意嘛 所以我当然要搞黄振辉嘛 黄振辉一是马文君泄密案的破口 二他自己有泄密的事实 法律红线当然要办 三我就讨厌你 我看不起你 一个退降 抢案子抢得到是你厉害 抢不到公开说我们浅见是空壳 说我们浅见不能作战 到现在还在批评啊 对 所以我就质问他嘛 三问嘛 他不敢回答对不对 黄振辉出来打球 你不回答 礼拜一还有初恋情人的事情要报 继续泡料 继续泡料 初恋情人 咬死你嘛 是 这些东西到时候都会变什么 如果郭喜真的 许小薰去告对不对 如果郭喜真的有罪 黄振辉也是共犯嘛 他两边都跑不掉 黄振辉是先跟郭喜 才去跟马文君跟荷兰军我商嘛 两边都要吃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极限施压嘛 到时候才有筹码让黄振辉转5点 这东西才关键